滚烫岩浆不断流出 西班牙拉帕麻岛火山持续喷发十多天 5号再引发一场规模3.9的浅层地震 除了地震不断 火山口也出现两道裂缝 岛上居民在军人陪同下收拾贵重物品开始避难 也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但对这位杰克的火山狂热粉丝来说 火山喷得越激烈他越爱 七年来库贝科娃走遍各地喷发中的火山 近距离目睹拉帕麻火山的库贝科娃 心中震撼不言而喻 他形容简直像一次看三座火火山喷发 另外夏威夷的吉劳雅火山上个月29号出现近一年来首次全面喷发 喷出岩浆达到60公尺高 目前冷却的岩浆在火山口已经形成黑色湖泊 当局将警戒调降为橘色等级 TPBS新闻综合报道